美国联储局在过去周日,3月15日,紧急减息1厘。联邦基金利率降至介乎0到0.25厘。 重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纪录低位。 市场关注联储局会否进一步实施负利率。 对此,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外国传媒时表示,负利率使他困惑。 但并不可怕,而他亦不恐惧负利率。 巴菲特表示,他从来都无法预测利率。 认为利率很重要,但指利率是无法预测的。 该次访问是在上周进行的。 当时他表示,近日股市暴跌,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。 和国际油价暴跌两大因素左右夹击。 直言他活着89年以来,也是第一次经历到这种事情。 事实上,过去几日美股嵌市,连股神也要输钱。 据股算,自2月19日美股创新高以来,截至本周二,17日。 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组合损失了约800亿美元,约6240亿港元。 跌幅为32%。 巴菲特持有的三大股票,苹果公司、美国银行, 以及可口可乐公司分别损失了199.5亿美元。 132亿美元。 以及58亿美元。 场景规定你,男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